哈喽 大家好 这是李游 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们现在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大型的房车车展 大家都知道美国呢是房车的天堂 这边房车的文化有非常长的一段历史 很多人呢在假期都非常喜欢开着自己的房车 到一个房车行李住上那么一段时间 想要说这样大自然的风光 我们自己呢也非常喜欢房车 所以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带着家人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看一下每一年新的房车的车型和它的价格 那么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来到这个房车展 看一下有哪些新型的房车和它的价格到底怎么样 Let's go 我们说到房车呢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有像那种拖挂式的房车 你需要开一个小的皮卡车来拖挂 另外呢有那种一体式的房车 就一体式的房车来说也有大型的Class A的 还有相对小型的那种小的休旅车 所以通常在美国根据不同家庭的size 很多人会选择不同的车型 像那种拖挂式的房车 你到营地可以把房车卸下来 然后你还是可以开着自己的皮卡到处游玩 比较方便一些 像这种房车它把这个小的煤气灶放在外面 我觉得这种更加方便一点 因为房车的空间本来就比较小 如果你做油热比较大的菜的话 在外面会更好一点 这边还有一个车载冰箱 它的户型 沙发 这是一个餐桌 它还有一个室内的厨房 所以你如果煮面可以在室内 如果油热比较大的菜可以在外面做 有一个窗户 有一个窗户 看一下它里面 看卧室还有一个门的 更加有隐私一些 沙发 它的厨房和餐桌 这边有一个全尺寸的冰箱 上下铺的单人床 这门后面是洗手间 下面大家看一下这一款房车 同样是拖挂式的房车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更大一点 因为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拓展的空间 如果到营地挺好车的话 这边是一个电动的 可以拓展 空间更大 但是这个东西的问题就是 一旦是里面的电动的马达坏掉了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收回去 你就没办法在路上开了 因为它太宽了 这一台已经卖掉了 看一下这一款房车的价格了 M.S.R.P.是七万三 卖的价格是六万一 二零二三年 上来这边是洗手间 浴室 像这种比较大型的拖挂 里面的配备是很齐全的 卧室 基本都是queen size的床 有门在这 这边两个沙发 冰箱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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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跟普通家庭的配备 差不多 这边是一个小的pantry 这种是煤气灶 这边是它的餐桌 还有电视 它的电视是盲在墙后面的 后面有一个arm 可以把它支开 这样大家坐在这个沙发上 也有很好的观看角度 这边依然是这种external的kitchen 它上面有一个遮阳的板 所以在这边烧菜呢 也有一定的shade在下面 这边进来首先就是洗手间 浴室 这个浴室还挺大的 看 进来是沙发 非常大的沙发 室内的厨房 卧室 那在美国有很多这种 大的房车营地 所以开着这种车到房车营地 你住上那么两到三个月都没有问题 所以很多家庭 特别是刚退休的这种 年纪相对比较大的 开着这样一个房车 可以还每一周 体验各个地方的这种文化呀 生活 这边是它的操控台 可以控制它的灯悬挂 煤气 我们刚刚看的这一辆原价六万三 现在只要四万四 show price 通常在这种房车展览 你买的价格更低一点 因为有一些卖家 他把车拖到这来了 他就不想把它拖走了 看这一辆车 这后面有一个叫Toyholler 一个是可以当做一个敞开的阳台 另外呢这个下面的板子可以放下来 你可以开你的摩托车呀 或者赛摆赛 开到后面 可以停在车的后面 很多人喜欢开这种越野摩托 你可以带着你的玩具去露营 看这一辆 价格 原价是八万 show price六万二 进去看一下 我先到他的卧室 卧室两边都有窗户 也有小的衣柜在旁边 他这卧室里面还有一个洗手间 很方便 这边是电视 厨房冰箱 它可以完全打开 通风性也比较好 如果你在营地 在灰尘不是比较大的情况下 可以把这个完全打开 它这边还有一个纱窗帘在这儿 它这边还有一个纱窗帘在这儿 当然如果你要拖摩托 可以把这个拆下来 这边呢也可以翻折上去 后面呢就可以停大的这种 四轮摩托 或者两轮的 看这边 看这边 真的是房车天堂 我们下面看一下这种 相对没那么大的 一体式的房车 那这种房车呢 它是架在一个 这机动车的底盘上面 通常这种卡车的底盘 你将这一款 它是基于这个E450的底盘 福特的E450 看它的前面 这种一体式的 它的体积相对大一些 但是呢应该比拖挂的那种 更容易开一些 至少你后面不用拖另一个东西 反正这一块已经卖掉了 看一下它的价格 Retail是144,000 出售的价格是12万 我们下面进去看一下吧 这种座椅 是可以旋转的 是可以旋转的 180度旋转 上面呢可以变成一张床 有人可以睡在上面 上面有一个天窗 从这边转过来 从这边转过来 只有两个沙发 可以坐在这休息看电视 看这边 电视在上面 这边是餐桌 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桌子降下来 这边呢也是一张小床 大的冰箱 这边是它的浴室 浴室是单独的 跟卫生间是分离开的 这边就是它的卧室 卧室这边还是有一个电视在 这种一体式的房车 开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你到了营利 如果你就是想开车 去周围附近转一转 或者到附近的超市 随便购买一些日用品的话 开着这样一台大车 就比较麻烦 不像是你开那种拖挂的车 你去任何地方都是比较容易的 看这种简易的拖挂 非常便宜 只要一万六 嗯 如果你没有小孩 就是两个人 夫妻俩 或者是情侣之间 开这样一种小的房车 就非常方便 这一台已经卖掉了 非常轻 3000磅 基本上任何尺寸的这种小皮卡 都可以拖 这是一辆基于奔驰底盘的 一体式房车 我们下面到里面看一下 这一种是我比较喜欢的 价格原价14万 现价不到12万 这边有它的一些参数 可以睡五个人 它长度是24尺 11inch 外面的高度是11尺 像这种一体式的房车 基本上前面都是主驾副驾 座椅可以转过来 上面呢可以有一张床 里面有这种 环式的餐桌台 这个就相对小一些 没有独立的卧室 这一张大床 这个是可以折叠的 平时不用的可以折起来 里面有一些储藏的空间 衣柜 全尺寸的冰箱 洗手间 浴室就在里面 这边还有配备微波炉 这个是它的煤气灶 水池 像这种奔驰底盘的一体式房车 这个架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刚才大家看的一体式房车 都是相对比较偏大的 它是架在一个大型卡车底盘上面的房车 像这种呢就是一个van 在里面直接装修 我们看一下这一辆 我们看一下这一辆 这个是RAM 像这个公司它做的车是比较好的 Vimbargo 我们下面到这个里面看一下 看这种它的车型体积更小一些 开起来就更加的简单 但是它里面空间也相对小 看上面它床是在上面的 可以把这个盖子pop up 这一辆的价钱是十万出头 里面好多人 里面好多人 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格局 两个大的座椅 后面还有两个乘客的座椅 有一个小桌子 洗手间 餐桌 厨房的灶台和水池 后面是一个大床 看这边有一个梯子 可以爬到上面 后面还是一个折叠床 所以像我们一家四口人 开这样一个房车也是可以的 很方便 很方便 我们看一下这一辆 这个是福特的 它这个上面有一个可以收纳的这样板 这边它放了一个装饰的花瓶 它有一个蓝牙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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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 这个是奔驰的 Sprinter 这个还是Wimbug 奔驰的这一款 它的高度相对高一些 你看上面这个遮阳板 这一辆我很喜欢 看一下它的价格 这一辆现在的价格真的很不错 MSRP要20万以上 show price 本来是16万 但是它没卖掉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所以不到15万 记得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 像这种房车呢 是供不应求的 很多人都想买着自己的房车出去露营 但是现在 它的价格又下来了 它这里面的装饰更加的高级一些 餐桌 看它的控制台 它这个床是可以降下来的 如果不用的话 如果不用的话 这边是一个更大的空间 我们这边冬天有很多家庭开着这去滑雪 在雪场 中间可以回到这边休息 对不起 那这辆车也是四驱的 在犹他州冬天这么多雪 开也是没什么问题 这一辆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们下面带大家看一下这种大型的一体式房车 像这种呢 特别是一些好莱坞明星 他到片场可能要待上几个月拍电影 喜欢开这样一种房车 像这种明星拍电影的时候 中间等待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他希望这种大型豪华的房车 可以在里面休息 我们到这里面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这种空间比较大就更豪华 你可以配一个自己的司机帮你开 里面的卧室 洗手间 看这种车因为它有点类似一个小客车 它的隔音性会更好 这个房车展真的太大了 如果想每一辆车都看一下的话 估计一天都看不完 这个Paris RV 也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专门制作房车 你看这一辆就非常酷 有很硬核的感觉 看它的轮子 有点像这种Bugout Trailer 我们现在看一下 看看它这个整个可以拉出来 是一个灶台 煤气灶 这边是一个cooler 小冰箱 看这个电视可以放到外面 这辆价格不便宜 看一下它外面的这个遮阳板 有LED的灯在这 后面 这个楼梯 从后面也可以走进去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专门为越野设计的 这是进不去的吗 还有一个备胎在这 看一下这辆13万的小型拖褂 到底为什么这么贵 里面沙发 也是折叠床 天窗 微波炉 煤气灶 冰箱浴室 浴室有一个可以透气的天窗 这边是风扇 我看待在这里 我看待会惨 我看待会惨 脸 好 我的 好 好 50 我看看Aiden Aiden,這是什麼? 我可以吃嗎? 好,Frisbee 很白色 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給我那邊點贊,留言,訂閱我的頻道 估計我的觀眾裡面會有很多比我更懂房車的網友 如果你自己喜歡什麼樣的類型 對什麼樣的類型的房車或者品牌有推薦的話 也希望你給我那邊留言 我們下次見,拜拜 我們下次見,Aiden All-NBA